行政院二十六号拍板振兴五倍券 且声称在商家推出优惠加码措施后会涨高涨胖 但民众党团总召秋成远认为 有办法加码的是商场连锁企业等大型通路 许多小商家对于振兴大饼根本就是看得到吃不到 蔡碧如则表示虽然疫情稍缓 行政院对于各行各业的开放指引不明 就算开放餐厅内用也需要梅花座隔板人流限制 内需民生经济人积若不振 最根本的原因就是疫苗覆盖率不足 那民生经济的积若不振呢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疫苗的覆盖率不足 那疫苗的覆盖率这件事情呢 我想我国第二季的疫苗覆盖率 大概现在目前只有3% 那打一季的现在目前大概也只有4成 所以因应变动病毒呢 国际上已经在谈论第三季 是不是要开始加强针 再讨论第三季 才能够去抵抗这些病毒 病毒的一些突破性的感染 所以其实是疫苗的覆盖率 才是振兴的强新剂 最好的振兴就是提高疫苗的覆盖率 让民众敢出门敢消费 民众党认为台湾经济成长 是因为出口产业在国际市场受贿 反观国内零售参与服务业等实体店家 受到疫情冲击 早已横尸遍野 唯有排富发现金才能真正照顾到小商家 记者林奇慧台北报道